上一世因为对渣男没有防备 我和闺蜜双双被推出门 丧生于丧尸之口 辛辛苦苦屯的东西 也白白便宜了渣男和他的女同学 幸好我重生了 这次我们不会再亲信他人 不慎母不白脸 远离渣男 和闺蜜一起屯起屋子好好活着 毕竟活到最后才是王道 正文开始 啊 黑暗中我猛然坐起身 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双手下意识的捂住脖子 那里被撕咬的痛感 还在持续侵蚀着我的神经 但比痛更深刻的是 心里的愤怒和绝望 本来在出现之初 我就隐隐预感到 事情有些不同寻常 凭借着血脉里流淌的 传统囤粮基因 我叫上闺蜜囤了一些生活物资 后来丧尸真的爆发了 但我们只活了五天 这一切都拜闺蜜那个 渣男男朋友赵正所赐 闺蜜跟着我囤物资的时候 提醒他最好也囤点 他不听就算了 毕竟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他不但不帮忙 还在一边阴阳怪气的讽刺我们 思想愚昧落后 还胆小如鼠 后来丧尸爆发后 他舔着脸 提出想来投奔我们 闺蜜就赶紧来和我商量 虽然我很不爽 但是看着他紧张又欢喜的样子 还是答应了 毕竟闺蜜喜欢他喜欢的不行 整天提心吊胆的 担心他的生活和安危 可当我们鼓起勇气 下楼接他的时候 打开门去发现 他还带着一个女生 说是丧尸爆发的时候 女同学正在他家叙旧 结果被困在一起了 好家伙 这是明目张胆的 欺负我闺蜜 单纯善良 又对他用情之深啊 叙什么就能叙到家里面去 来之前这么多天 怎么不说家里还有女同学呢 现在直接把人 带来给我们玩这一套 还当着我俩的面 互相搂着 紧紧依威 麻蛋 狗渣男 当时我就火冒三丈 恨不得把他们扔出去为丧尸 但是李志阻止了我 门已经打开了 他们不会因为我们不开心 就转身回去 这要拉扯起来 万一引来丧尸 说不定我们死得更快 闺蜜强颜欢笑的侧过身 让他们进来 但是那个女同学 居然还拖拖拉拉的在门口 拉着我闺蜜音音 拜托 有点脑子好不好 丧尸可能就在周围啊 找死也没见证找的 果然意外还是发生了 声音把附近的丧尸吸引了过来 这些丧尸速度极快 等我们看到要关门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快冲到门口了 尖叫慌乱之中 我亲眼看到闺蜜站在门口 被渣男关门的时候 一把推了出去 闺蜜亮腔的摔倒在地 我来不及愤怒 只想赶紧把他拉回来 但是身后一股大力传来 我也被推了出去 门却在身后重重关上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中 我回过头 只看到他们俩没有丝毫愧疚 而是一脸扭曲 带着劫后余生的笑 在我眼前死死关上了门 也就是在这一刻 我明白了人性的可怕 和末世里无谓的善良 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为此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因为不忍心看他们死 结果我眼睁睁看着丧尸 把闺蜜撕咬的血肉模糊 下一秒就是我自己 这是我第一次直面丧尸 也让我以后每每想起 就止不住的恐惧发抖 他们的眼睛没有眼白 黑漆漆的眼球里 映着我惊恐万状的样子 青灰色的皮肤上 遍布着黑紫色的腐肉伤口 浑身散发出 令人作呕的腥臭气味 我被扑倒在地 长长的黑色指甲 像刚刃一样 划破我的皮肤 嵌入骨肉 尖锐的獠牙撕咬着我的脖子 浑身的剧痛 颤抖着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现在距离丧尸爆发 竟然还有十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我重生了 平复了一下心情 我赶忙下床 冲到闺蜜房间 发现她还好好的睡着 只是皱着眉头 很不安稳的样子 我松了一口气 忍不住泪流满面 太好了 我们都还活着 闺蜜从梦中醒来 揉着脑袋 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我 怎么了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听完丧尸还有重生的时候 她失魂落魄的抱着我坐好久 我知道她对我是百分百地信任 但是她无法接受 她深爱的男朋友 是这样一个人 闺蜜是一个非常赤诚 单纯的人 他们一家都十分善良 十年前我被闺蜜的父母发现 孤身昏倒在路边 他们救了我 并且一直对我多加照顾 我非常感激他们 也因此认识了他们的女儿 相处过后 我和她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可是三年前 这一对善良的夫妻 因非其事事去世了 他们去世后 家里的亲戚 渐渐露出了丑恶的嘴脸 想方设法地霸占 闺蜜父母的赔偿金 闺蜜根本没有办法应对 那是我们生命中 最黑暗的一年 最后我陪着闺蜜 和家中的亲戚 划清了界限 从此这个世上 就只剩我们两个相互支撑 她和渣男赵 正是一年前认识的 那时候的闺蜜 还没完全走出 失去父母亲人的伤痛 刚开始主动追了她好久 嘘寒问暖无微不至 在她加班的时候 开好远的车去 给她买喜欢的甜品 给了闺蜜满满的安全感 她们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我也很感激 有这样一个人 能让闺蜜重新打起精神 好好生活 可慢慢的 闺蜜越爱越深 她却开始忽冷忽热 还频繁地打击她 每每这是闺蜜 就会不停地反思自责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让她不喜欢了 我劝过骂过 其实她自己 也察觉到这样不对 但感情之事 真的无法轻易控制 更何况 实在她最脆弱的时候 给了她那么热烈的爱和安全感 她放不下 可如今 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看清了赵正的可怕嘴脸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让我们 陷入那样的危险境地 好在 天亮之后 闺蜜打起了精神 说要和她分手 我放心下来的同时 坚决不同意闺蜜再去见她 谁知道这么可怕的人 会做出神妖室来 况且 还有十天丧尸就要爆发了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是要做 闺蜜苦笑了一下说 放心 见不了 她去隔壁市出差了 最少一周不回来 我这才想到 上一世这个时候 她好像确实不在本时 于是 闺蜜给她发了分手短信 并说 已经和我一起 去了国外旅游散心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就此断了吧 随后拉黑了她 所有的联系方式 做完这些 我和闺蜜对视一眼 同时释怀的笑容 我们何其幸运 能在末日之中重新来过 而且最重要的人 还陪在身边 还有机会提前做些准备 现在花时间去考虑狗渣男的事 简直是浪费生命 等丧尸 来了她活不活的下去都两说 不过 我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洗漱完毕后 最重要的是房产 闺蜜老家的房子 在她父母去世后拆迁了 然后我们就在工作的城市 买了现在的房子 为城市新经济开发区的高档小区 我们买的小区中高层楼盘的顶楼 130平 两室一厅一阳台 正好一梯两户 我和闺蜜是邻居 楼上的天台也属于我们 由于新经济开发区这边还在规划 距离市中心也比较远 所以这里的入住率并不高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 丧尸爆发后 这边的丧尸分布 没有市中心那么密集 才让渣男有机会 带着女同学过来我们这栋楼 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渣男也住在这个小区 就在我们楼斜前方的那个楼里 不过好在 他现在出差 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 接下来算了一下我们手里的钱 我这有30多万 闺蜜有500多万 感觉应该足够我们在末世来临之前 买买买同囤囤了 除此之外 因为我们两个平时都不怎么开车 所以只有一辆代步的汽车 还有一辆闺蜜父母留下来的SUV 由于我当时买完房子之后 手里的钱已经剩得不多了 所以我家就只做了基础装修 一直在晾甲犬 平时一直住在闺蜜家 现在正好把那套房子加固起来 等丧事爆发后 我们就住进去 这样我们的安全性 就有了很大的保障 也能有更多储存物资的空间 讨论怎么加固装修的时候 我们翻出了仔细研究 发现两家房子的次卧是紧挨着的 所以如果不是承重墙的话 可以请装修师傅 把次卧的墙打通 这样我们拿取物资的时候 家门都不用出 安全性会大大提高 研究完毕 我们就联系了装修队 两个房子都要换上 防弹级别的防盗门 并且用加固的 还有楼梯间和天台的门 都要换成最坚固的那种 而且经过上辈子的经验 我知道丧尸对声音比较敏感 虽然我们住的顶楼 上辈子没有丧尸上来 但为防万一还是让师傅 把我家全部做最高规格的 这样以后我们生活会更安全放心 装修队的负责师傅来了之后 我们把裂好的需求告诉了他 本来还想着 如果师傅感觉奇怪的话 就说我有被害妄想症之类的问题 没想到师傅看完 直接笑呵呵的表示 你们两个小姑娘单独出来住 是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 肯定给你们装好 门和窗户都用最坚固的 还建议我们在门口加装和监控 我们欣然同意 不过师傅摸了摸下巴 又接着说 但是家用隔音 不用那么高的标准 普通的就行 还可以节省些预算 闺蜜赶忙说她是学音乐的 平时需要练琴敲鼓的比较吵 怕打扰到邻居 还是高标准的吧 不然以后被邻居投诉得不偿失 我不得不在心里 为闺蜜的机制竖起了大拇指 师傅听爸连连点头 记下了这些需求 接着我们告诉师傅 想把两家的次卧打通 师傅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我们是想两家变一家 还是要更方便来往 听了我们的回答后 师傅又检查了一下墙壁和屋子 最后建议直接在次卧开个门 这样隐私性和安全性都更好 师傅不愧是师傅 在他的建议下 我们又完善了很多没想到的地方 必须好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告诉师傅 一定要在一周内做完 因为下周我们要去国外了 师傅拧着眉头思考力 会说这个时间稍微有点赶 不过也不是不可以 需要加点钱多派几个师傅 我们爽快的表示没问题 方案定好后 交了定金 我们就和师傅一起来到了物业进行报备 顺利的拿到装修通道的权限后 师傅就疯疯火火的回去安排了 师傅走后 我们向物业询问了这栋楼的居住情况 一是怕装修会打扰到邻居 二嘛 丧失爆发后 能对周围的人员和环境多一点掌握 总归没有坏处 物业只告诉我们 我们楼下两层都没有住户 所以只要不过分 就不用担心会打扰邻居 别的就不肯多说了 好吧 看来我们的物业 还挺注意保护业主隐私的 忙完这些已经到下午四点了 我们刚趟下来休息会 闺蜜突然从沙发上蹦起来说 末世会断网断电吗 M好问题 不过丧失爆发后 我们只活了五天 这五天水电还是没断的 不过后面就说不准了 于是我们又赶紧联系师傅 让她在天台上装上太阳能电板 露天泳池 蓄水池和净水循环系统 接下来就是囤物资了 提起来这个闺蜜简直两眼放光 何以解忧 唯有买买买呀 不过由于那辆SUV好久没开了 而且商议完装修 现在已经到晚上了 于是我们愉快地决定 今天就先不去采购了 反正距离丧失爆发 还有九天足够我们买东西了 休整了一会儿 我们把车开去检修加油 检修员得知我们要装修运东西 还帮我们把后排座椅放倒 增加了储物空间 真不错 车的问题解决后 我们一拍集合恰了顿火锅 放松放松紧张的心情 并决定从明天开始 就借着装修的名义 每天多跑几趟带东西回来 这样也不会引人注意 别的不说 为什么是粗略呢 好家伙 囤货这种事情这是本能啊 还用仔细思考吗 按闺蜜的话说 这不是手道勤来吗 到了商场 难道还能控制住 蠢蠢欲动的新码 并且我们就立志 要扫荡完附近30千米内的个大商超 肯定能买齐所有物资 不过 为防到时候我们买东西 上都搞得手忙脚乱 还是列了一份简略清单 家电数码类 冰箱 冰柜 太阳能热水器 电磁炉 烤箱 空气炸锅 空调 风扇 空气净化器 小太阳 电热毯 电视 电脑 平板 投影仪 相机 游戏机 优盘 充电宝等 生活用品类 家房 家后被子 家后褥子 枕头 凉席 下凉被 四件套 衣物 内衣 四季衣物 主要是冬季防风保暖的衣服不能少 还有舒服的拖鞋 和方便的运动鞋 洗漱护肤 洗面奶 牙膏 牙刷 香皂 洗发水 护发素 沐浴露 身体乳 精油 泡泡浴球 免洗喷雾 面膜 精华等等 累了 女生这类太多了 还是到商场直接买吧 反正缺一个两个也不打紧 卫生用品 垃圾袋 卫生纸 卫生巾 毛巾 还有超大型盆和猫砂 壳 大家都懂 食物类 米 面 油 肉 调料 纯净水 罐头 压缩饼干 牛奶 其他饮料和好多好多零食 药品类 感冒发热药 肠胃药 消炎药 止疼药 抗生素 蝙蝠棉签 酒精 医用纱布 穿可贴 体温剂 血压仪 还有复合维生素 安全类 灭火器 无人机 望远镜 防身电棍 防浪喷雾等 我们两个绞尽脑汁天天补补 终于勉强把清单裂了出来 闺蜜杨躺在床上捂着脑袋 只说头都大了 脑力活动果然十分消耗能量 有点后悔 刚刚吃火锅的时候 没有再多吃两块肉 对此我深表认同 茫茫鹿鹿了一整天 虽然心里沉甸甸的压着末日 即将来临的事 但我们还是很快就睡着了 接下来的五天 我们每天早上 随着隔壁装修队的开工 就开着SUV出门采购 第一天我们先去了家电区 主要是冰箱冰柜要先安排上 不然有些东西不好储存 不过既然来到了电器区 我们就顺便把空调 烤箱 电磁炉这些 全都订购了 让安装师傅送到家里 由于买的家电很多 商场还送了我们几张 超市购物优惠券 这是我们附近最大的仓储式超市 我们就直接全用了 买了一整车的米 面 油和纯净水 这天的经历有点惨痛 虽然有员工帮忙 把东西搬到车上 但从车里到家里 我们借用了装修师傅的 那种大推车 然后把东西放进 装冰柜的大纸箱子里 从车库到家里上下 足足跑了四趟 虽然有电梯 但重就一个字 班的我们咬牙切齿 本来因为昨天的火锅 过于美味 我们已经打算 今天要再吃一顿 毕竟丧事爆发后 肯定会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办法吃到这些美食 但嗨 失策 应该先吃完再班的 第二天 我们准备去商场 买衣服和洗户用品 主要是女生嘛 买这个动力比较大 不然时代类的不想起来了 买这些就比较轻松愉快了 果然漠视 也不能影响女生对美的追求 我和闺蜜 像是中了超市大采购的特等奖一样 一路专柜逛过去 疯狂买买买 水乳 面霜 精华 面膜 身体乳 各种有的没得通通拿下 甚至还买了很多口红眼影之类的美妆产品 虽说可能好像大概也用不太到 不过有些东西就摆在那里看着 就很令人心情愉悦 而且无聊的时候练练技术也不错 说不定等丧失结束 我们的技术能赶上半个美妆博主呢 衣服鞋子 我们买的就比较克制了 主要以舒适居家和冬季的保暖类为主 买完内衣 我们就直接去了附近的奥莱商场 人还是挺多的 毕竟反击买棉衣非常划算 此外 我们还选了几套运动防风味衣物 为防万一需要出去的话能行动方便 增大逃生几率 是的 我觉得跑不动肯定不是因为我们菜 而是装备不行 回家的路上 闺蜜开车 我就在副驾驶下单了网上大药房的家庭必备药箱 路过药房的时候 还另外买了一些酒精绷带等常备药品 还有什么莲花清温 金银花颗粒 复合维生素 鱼油 红糖厄椒等保健品 今天虽然行程也很满 但是我们依旧有精神去打卡烤肉 不知道是因为心态不同 还是烤肉店配方改进了 这次的烤肉格外娇嫩多汁 吃得我们简直想要流泪 回家后闺蜜连夜下单了烤盘 火锅 切片机和水培青菜等装备 完美诠释了 无论何时 唯有美和美食不可辜负 鸡爪 鸭脖 压锁骨 排骨 鱼 还有各种干货 如香菇 木耳 海带 桂圆 花椒 辣椒等 以及火锅底料 豆瓣酱 烧烤撒料 还有盐和各种常用调料 跑了两趟拉回家 直接塞满了四个冰箱冰柜 我觉得以我们的食量 这些东西可能两年都吃不完 不过好吃的谁会咸多 中午休息完下午我们就又去了超市 一列一列的广 薯片 饼干 卤味零食 果冻 巧克力 茶包 面包 香肠 果干 干果 方便面 自热米饭 自热火锅 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零食 通通拿下 别问 问就是公司团建随便买 今天去吃烧烤大排档 不过这次不仅是吃 我们有任务的 一边撸羊肉串 一边观察着 果然看到了有送饮料的车过来 等他卸完 我们赶紧上前叫住送水大叔 说我们小公司第一次团建 想批发一些饮料和水 大叔爽快地表示 最少订办车 想要什么发给他 要是在加点前 他晚上可以加个班 给我们送到指定地点 耐斯 我们直接订了一车 各类果汁 饮料汽水 还有矿泉水 哈哈 任务完成 可以放心烧烤了 和大叔约定好时间后 我们毫无心理负担地狂吃了一顿 毕竟这几天的运动量着实巨大 根本不用担心会胖 不得不说 新疆的羊肉串就是香 小龙虾也很绝 就是可以有些男包 这点需要批评一下小龙虾了 不够懂事 结束前再来点素菜 搞个荤素搭配 不错 养生 第四天 并成了我们一贯 劳易结合的理念 我们决定去买卫生用品 和家访用品 这应该也不会很累吧 嗯 应该 肯定 最起码不会忙碌一整天 又换了一家超市 继续扫荡 虽然主要是买卫生用品 但是路过素食区 我们还是忍不住 且拿了一些自热锅和粉粉面面 毕竟多多益善 然后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卫生巾 卫生纸这些 都可以整箱搬啊 而且还会更加优惠 那必须多搬几箱 买被子这是 闺蜜很熟 她体寒怕冷得很 轻车熟路的我们 就去了檀花场 檀棉花的檀花 梦买了四床十斤重的 优质棉花冬被 蓬松又暖和 就是吧 和夏天不怎么配 只是把他们搬到车上 就把我们捂出了两身的汗 真不错 然后去了家坊店买凉席 下凉被 空调被这些 销售员见我们买的多 还给我们推销了 蚕丝四件套 哇塞 滑的哟 我觉得后面 我们可能会长在床上 另外 今天吃海鲜 因为买被子太热 所以想吃点清淡鲜美的食物 本来热的 我们有点没胃口 但是海鲜什么的也太绝了 一整个鲜甜美味 哦 真好吃 无法想象失去这些美味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边想边含泪吃了两大碗 第五天 自从重生回来后 我和闺蜜就一直睡在一块 现在家里 除了我们睡的那间卧室 其他地方都已经逐渐无处下脚了 感觉物资类 我们应该已经囤的差不多了 看着满满当当的物资 我们强忍着 一个头两个大 两个头四个大 分类盘点了一下 感觉家里的水还是不够多 于是联系了附近的饮用水站 送了二十桶纯净水 然后又买了两个煤气灶 和四罐液化器 嗯 好了 这下彻底无法下脚了 不错 忙完我们就出发去了科技市场 买了三架无人机 四个不同倍数的望远镜 红外摄像机 还有夜视摄像机 还有大内存的储存卡 买平板和游戏机的时候 我们还让店员帮忙下载了好多电视剧和游戏 顺便挑选了几个游戏盘和手柄 方便以后娱乐 另外我还发现了 店里有力士的智能健身镜 这个不错 毕竟每天锻炼不能少 不然跑都跑不动 一路逛着逛着 就来到了运动器材店 瑜伽店 瑜伽球 拉伸带 瑜伽服 运动内衣 要运动的话 装备就必须齐全 不管怎样 态度是端正起来了 毕竟差声文句多 不买这些 我们怎么运动呢 什么 运动单车 不买不买 家里还有跑步机呢 现在上面堆的全是快递 什么 运动单车 骑车可以发电 我和闺蜜眼中同时闪过了惊喜 这个可以有 听说我们还想买一些防身用品 店主又热情的给我们推销了一堆甩棍 狼喷雾器 还有电机器 远程防身自卫器 致盲手电筒和个人报警器等 或 无比安全 又是满载而归的一天 回到家 我们横在沙发上 抚摸着装满了奶茶 串串 炸鸡 和麻辣烫的肚子 看着我们身边堆的满满当当的物资 一直隐隐不安的心 仿佛有了支撑 此时距离丧失爆发还有四天 但其实两天后 就会有发现新型病毒的新闻出现 也就是说 留给我们的安全时间不多了 不过好在隔壁房子 在师傅们加班加点的努力下 家雇已经接近尾声了 负责人通知我们明天就可以完工 这比我们预想的时间还要早一天 相当于我们又多了一天的准备时间 再次给师傅们好评 一日上午我们还在赖床 师傅们做好最后的清理工作 就敲门通知我们去验收了 其中师傅们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现在住的房子的门窗 还有次我打通的门 都是装修第一天就先弄好的 这次验收 主要是看隔壁房子的加固 和天台的游泳池太阳能这些 确实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装的 不愧是好评最高的金牌装修公司 虽然贵点但是真的值得 给装修队结完账之后 我们去了家具市场 首先选了一张大床 毕竟现在我们两个都不敢独自睡了 等丧尸爆发以后我们两个菜菜 肯定更加不敢分开 床还是大点舒服 不然总有一个人要溜边 另外闺蜜还坚持选了一套 人体工学的沙发盒配套地毯 好吧 人体工学确实不是一般的舒服 坐下就不想起来 科技真棒 就是真的好贵啊 屋对不起了钱钱 又买了两张桌子 一个餐桌一个书桌 还看中了一个大的化妆台 哇塞 一看就很适合涂涂摸摸 必须安排 最后买了几个落地书架 用来当做置物架 方便我们归类整理物资储备 等这些东西陆陆续续搬进新家后 天也已经黑了 在小区附近 简简单单吃了炖水煮鱼片 搭配冰凉粉 耐丝 尤其是吃完鱼 再用汤汁煮一份面 碳水的快乐 真是令人满足 现在的我们 对每一口美食都充满了眷恋 回到家后 闺蜜拉着我捋了一下时间 明天也就是倒计时三天 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网上 会发布新型病毒的新闻 不过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上辈子 我就是看到新闻后 银银感觉不对劲 趁着中间平静了一天 和闺蜜团了点吃的 倒计时一天下午 会有丧尸出现在街头引发骚乱 紧接着就是一片混乱 人们迅速感染变异 短短一天 丧尸就全面爆发 变得不可收拾了 梳理完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 事实上 随着物资和装备的逐渐充盈 我们安全存活的几率大大增加 可时间越是临近 我的心情就越是焦虑 仿佛那些被挤在脑后的恐惧和难过 也在逐步复苏 这几天 由于连续的高强度活动 我一度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回想丧尸的事 可现在突然闲下来 我无法控制的去想 现在也许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已经开始有了丧尸 那些临死之前的场景 一遍遍在我脑海里回放 并且我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被丧尸撕咬 倒在地上痛苦的扭曲 然后也变成丧尸 整个世界如同炼狱 更可怕的是我知道 这些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变成现实 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更害怕如果被大家知道 我们仍旧逃不过被撕咬的命运 现在我们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战斗力不足 猫着活下去没问题 但如果被人盯上就麻烦了 经历了上一世的惨死 现在的我们 除了彼此不敢再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渣男这两天也该出差回来了 绝对不能再被他缠上 考虑良久 我们决定明天上午最后出去一次 然后就待在家中不再外出 一夜辗转反侧 我们都没有睡好 倒计是三天 反正睡不着 于是一大早我们就起床了 先去买了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然后又去不同的小超市 每家买了两件矿泉水 一共买了20件 接着去书店选了一些精神的粮食 我发现闺蜜说的很有道理 何以解忧 唯有买买买 又囤了一些东西后 我们的心情明显放松了很多 于是决定最后再吃一顿 高级自助回家开宅 因为我们实在啥都不舍得放弃 海鲜 烧烤 火锅 牛排 甜点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好吃的鸭啊呀 真的舍不得 又是边吃边流泪了一顿 回到家已经下午了 我和闺蜜一边心不在焉的聊着天 一边频繁地刷着新闻 3点28分一条报道悄然出现 城城医院惊陷新型病毒 患者四狂犬发作 眼白消失 力大无比 目前专家正在研究 我和闺蜜蹭了一下 坐起身来 互相对视了一眼 心沉了下去 来了 或许我脸上的表情固于难看 闺蜜握住我的手说 丧尸爆发 不是我们能轻易改变的 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 然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再去想帮助别人 否则就是白白送死 无论如何 这次我们共同面对 呼我深吸了一口气 上次我们死的已经够惨了 我确实不想再死了 但是也不至于什么都不做 我们俩名思苦想了半天 决定分头行动 我去给发现病毒的医院 还有防控中心等 有关官方写信提醒 病毒传染力强 变异极快 一定要做好防护 提前控制 闺蜜则在网上冲浪 到处留言这个新病毒 怎么感觉这么可怕 有点像那什么科幻电影的场景 看来要多囤点吃的之类 当然都是匿名 也不敢多说 不然丧尸还没爆发 可能就要查到我们 我们囤了这么多东西 总不能最后因为散播谣言 扰乱治安而被抓走吧 怎么说呢 应该有点用吧 最起码看到的人 应该能有些心理准备 不至于到时候 措手不及莫名丧命 而且也有不少网友 在下面讨论 漠视电影丧失病毒之类的 希望他们能真的重视起来 叫上家人一起多囤些吃的 话说中午吃的确实有点撑 但晚上不吃点什么 又觉得空落落的 行吧 不愧是我们 最后还是煮了锅 绿豆莲子百合粥 就当是舒缓肠胃了 本来还说要整理东西 算了 太累了 明天再说吧 倒计时两天 因为不用出门 所以没定到钟 本以为连续早起了 这么多天生物钟 应该不会太晚 结果等我们昏昏沉沉的 醒来发现已经中午了 嗨 这几天来回蹲播 真是累到了 打开手机网上 一片风平浪静 热搜紫里 已经没有新型病毒的影子了 但我们知道 平静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距离丧失爆发 就只剩下最后一天的平静了 我们抓紧时间搬了家 把日常所需的东西 都拿到了新装修的房子 还把剩下的物资 分门别类的整理摆放 这可是大工程 因为一闲下来就心慌 所以我们一直忙碌到了半夜 果然压力越大 行动力也越大 家里已经被我们大致归整了出来 之前住的闺蜜家 就直接关闭所有门窗 拉上遮光窗帘 当做储物间 这边主卧 我们放化妆台 方便睡前护肤 次卧就当做书房 书房和主卧是紧挨着的 都有飘窗 通过窗户能看到 楼下小区的情况 为了方便观察 我们每个飘窗 各架了一个望远镜 客厅就比较休闲娱乐了 地面铺上了地毯 既柔软 走路又没有声音 贼舒服的那个工学沙发 正对着区面大屏显示屏 还连接了游戏机和跳舞机 显示屏两边 立着两个闺蜜买的水培锅里箱 我们准备过两天 再培育一些蔬菜和小水果 到时候绿营营的 看着还能舒缓眼睛 旁边靠近阳台的地方 摆着跑步机和可发电的运动单车 还有健身镜 从阳台看出去 是我们小区的别墅区 在外面是还未开发的树林绿地 这里我们也加了一个望远镜 观察外面情况是没问题了 话说我们住的高 应该不容易被外面观察到吧 我愁眉苦脸的想和闺蜜商量怎么办 结果闺蜜提醒我 家里的窗户都换成了房窥的 哈哈 一紧张就容易忘 不过闺蜜说 我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 反正每个窗户都安装了窗纱和遮光窗帘 以后白日我们就拉上窗纱 晚上开灯就拉上遮光窗帘 嗯 不怕 厨房餐厅就不用多说了 两个大冰箱和两个冰柜 还有一个置物架 满满的堆的全是吃的 门口玄关处的立石鞋柜里放的不是鞋 而是我们买的防身武器 置物架上还放着两个横不起眼 小巧玲珑的强光手电 门口择立着一根电机紧棍 非常顺手 环顾四周 虽然危机即将来临 但我们的心里还是充满了力量 安全感简直爆棚 还有 大床就是舒服 两个人睡都可以随便翻滚 被冷落好几天的娃娃 也终于可以重新上床了 晚安 倒计十一天 早午饭后 闺蜜重复擦擦洗洗的打扫着卫生 我则一遍一遍的整理买来的书 不是我们勤快 主要是紧张不能闲下来 表面上我们是在整理 但其实手机都长在了手上 每隔几分钟就会刷下手机 时刻关注着网上的动态 这样心不在焉的神游状态 一直持续到了下午2点37分 精神紧张了一上午的 我们正摊在沙发上休息 一个词条以极快的速度 看上了热搜榜首 似狂犬病患者接头咬人 我们立马垂死病中 经坐起查看动态 点开之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照片 对景是市中心的一条商业街 一个人伤痕累累 躺在血泊当中 旁边不远还有一个人 以诡异的姿势 歪扭着向前冲去 周围是混乱的人潮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闪过了我和闺蜜被撕咬的画面 丧尸来了 回过头 闺蜜也被吓得面色惨白 虽然我和她讲过 被丧尸咬到死状凄惨 但真正看到这种 伤口外翻的血腥场面 也还是难以接受 我们只能互相安抚着 没事没事 我们在一块 都还好好的 顾不得看下面的描述 我拉着闺蜜 赶紧把楼梯间和天台的门 都上了锁 安上了门阻器 电梯每层都需要 对应的楼层卡才能上来 所以暂时先不去管它 然后又检查了一遍 家里的门窗和窗帘 做完这一切 我们才平复了一下心情 回到沙发上 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已经有越来越多 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 在网上发布了丧失商人的视频 官方也发布了紧急公告 让大家不要惶恐 不要聚集 尽快回家避免外出 等待救援 但是也有网友分享的视频里 超市商场人满为患 大家都在疯狂抢购 甚至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 整个网上一片混乱 或者不是网上 是现实世界里都没有了秩序 恐惧的气氛席卷了全世界 闺蜜迟疑的说 这么多人挤在一块 万一有人感染 岂不是糟了 是啊 糟了 经过一夜的混乱与发酵 丧失还是全面爆发了 从网上发布的视频来看 中心城区的街上 已经到处都是丧失了 密密麻麻的 令人窒息 我们小区里 也已经有了丧失小队在游荡 地上到处都是血和碎屑 不用望远镜 我们都能看到 楼下丧失正追赶围攻这正常人 尖叫声和嘶吼声直冲到我们的耳边 通过望远镜 我们看到对面的楼道里 和旁边的别墅区 都有丧失扭曲的身影 有的刚刚便衣抱着脑袋在挣扎 有的在疯狂撞击门窗河墙 丧失里甚至还有小孩和婴儿 那诡异的样子 扫一眼就令人胆寒 网上的留言也已经爆了 到处都是求救信息 有的人说 邻居感染了 一家都变成了丧失 现在在楼梯间里游荡 刚刚楼主不小心发出声音 他们还疯狂地撞门 太可怕了就命了 有的人平常忙于工作 家里根本没有吃的 第一天就面临淡尽粮绝的困境 还有人在求助 亲人感染了 但不想放弃 现在把人捆在了床上 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救治或镇定 下面有人劝他 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保护好自己 感染会失去理智 随时可能爆起 还有人说 趁现在赶紧杀了吧 为社会除害 他要有意识会 宁愿自己死 最后两方人吵翻了天 楼主却再也没有了回复 官方又下发了公告 让人们注意自身安全 不要外出 等待救援 我们放弃了观察 一人抱着一个抱枕 互相依偎在沙发上 面对漠视 任何话语都是苍白 只能庆幸 还好最重要的人还在身边 还好我们有了充足的准备 只希望这次我们可以好好活下去 经过两天的冲击 网络彻底崩塌了 各种能留言的软件全部瘫痪 彻底打不开了 不过我发现 网络真的非常能引发焦虑 尤其是在这种 什么都做不了的情况下 看得越多 好在我们已经勉强 能忽略外界的混乱 拉上窗帘 过好自己的生活了 其实现在还没断电断水 只要宅在家里不乱跑动 还是可以好好活下去的 尤其是我们这种物资充足的家庭 早上再也不用早起了 可以睡饱美容觉 起来后早餐就做煎蛋 牛排 果蔬沙拉 搭配上馒头 面包 喝的就牛奶麦片 果汁 或者晚上多煮的粥 早上我们两个吃的也不多 这些东西方便又营养 非常适合爱吃又有点懒得我们 中午想做饭了 准备以后慢慢尝试 不想做饭还可以吃素食 自热锅 红油面皮 拌面 火鸡面等应有尽有 除了不够营养健康 简直无敌 好吃又好弄 晚饭我们则坚持熬粥养生 什么红豆一米 百合莲子绿豆黑米 小米玉米之类的随意搭配 养胃又健康 当然也不能胡乱搭配浪费粮食 空闲的时候就窝在沙发里 听歌追剧看综艺 还一起用手柄打游戏 化仿妆 尤其是还有超多零食 这日子简直醉生梦死 我们真的有好多年 都没有这么放肆的一起休闲了 晚上我们会用玉球泡个澡 贴着面膜每每给来个SPA 睡不着就躺在床上谈心聊天 原地躺平后 生活舒服多了 丧失我们对付不了 也没有能力去救助他人 但我们可以珍惜生命 认真对待每一天 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彻底放松下来后 我和闺蜜迷上了玩游戏 尤其是那种两人合作过关的游戏 这两天除了吃饭睡觉 很是生疏老是主胡 到现在我们默契十足配合完美 眼看这局就要做好了 突然隐隐传来了门铃的声音 我的心跳当场就停了 一个机灵差点掰断手里的手柄 扭头看向闺蜜 她也僵了一下 然后瞬间扔下手柄 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 显然她也听到了 紧接着又是两声门铃 同时还伴随着拍门的声音 证明了不是我们在缓停 不过好消息是听声音敲的 不是我们家的门 是隔壁 坏消息是 造孽呀 思考了一下 嗯应该不太可能 不过是人的话应该会更可怕 我们小心翼翼的互相搀扶着走到门口 一人拿了两个防身装备 透过可是门铃 发现我们对面的楼梯间门口 蹲着一个女生 看到她我瞬间就不抖了 这个女生化成灰我都认识 上辈子渣男赵正带来的那女同学 那不用想了 隔壁正敲门的绝对是渣男无疑 也只有她才可能会有我们的楼层卡 好家伙 差点把这俩人忘了 也是 算下时间距离丧尸爆发已经八天了 上辈子五天渣男就带着女同学过来投奔了 现在估计真是弹尽两绝了 真是要命 上辈子把我们害死 我们还没找他报仇呢 这辈子居然还来 而且路上居然又没被丧尸咬死 真是祸害一千年 我放下甩棍 拉住抱着房廊喷雾 一脸警惕的闺蜜 来到书房打开楼梯间的监控画面 果然渣男正一脸沧桑的敲门呢 一边敲还一边喊着 宝宝 宝宝我错了 我不该冷落你 宝宝 我以后一定对你好 我们不分手 你开门啊 闺蜜一脸复杂 这么久都没来找过我 这会还能舔着脸来 之前怎么没发现 她说话还这么会恶心人 话说我真是看见她就来气 一边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怒气 一边关注着闺蜜的情绪 看她没有心软的意思 才冷静下来 拉着她思考对策 好了半天 渣男终于停下来了 背靠着门坐了下来 女同学依旧躲在楼梯间门口 见她停了 还冲她说道 怎么停了 继续叫啊 他们肯定在里面呢 渣男 都说他们去国外了 他对我死心塌地的很 听到我回心转意 不可能半天一点动静都没 只是没想到 他居然换了门 本来想着到他家里 应该会有点吃的 这下完了渣男抱头 女同学继续敲 他家肯定有吃的 只是不想给你开门 你看这楼梯间 还有天台的门 都是繁琐的 下面还放着门阻气 人肯定在家呢 渣男听爸起身 在走廊里转悠了一圈 停在了我家门口 肯定是他闺蜜 那个贱人拦着他呢 分手肯定也是他闺蜜 窜多的 看我进去后 怎么收拾他们 哇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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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我的棍呢 闺蜜眼圈都红了 指着屏幕器得手 都在发抖 渣男 他这是拿我当大冤种了 我真是瞎了眼 才会看上他 还没等我们气完 监控画面里 楼梯间的门 突然被撞击了一阵 同时传来了丧尸的嘶吼 蹲在楼梯间门口的女同学 直接尖叫着弹了起来 然后两人抱头鼠窜 挤在闺蜜家门口狂叫 啊 开门啊 快开门啊 丧尸来了 求求了宝贝快 让我进去嗷嗷 女生尖锐 男生浑厚 同样高亢 自己的丧尸越壮越重 这一幕让我们迅速 从愤怒中冷静了下来 引来丧尸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说门很坚固 但这俩二傻子 一直这么大喊大叫 越容易集中生智 灵光一闪后 我们马不停蹄开始了行动 闺蜜在电脑房准备 我则从一堆囤货中 扒拉出了秘密武器 准备完毕 我们飞快来到了闺蜜家门口 两人正尖叫着 把门拍得震天响 得益于前几天 我们玩双人游戏 配合出来的默契 不用多说 一个眼神 我用力把飞于罐头的盖子 扎开了一个小口 闺蜜则按下了音响的开关 瞬间一股恶臭弥漫 丧尸的暴躁嘶吼声 也猛然响起 闺蜜踢开门店 重重地蹦了起来 我再拿着甩棍 筐筐筐砸门 果不其然 可是门铃里门外的两人 吓得魂飞魄散 带着震耳欲聋的叫声 连滚带爬的狂点电梯 爬了进去 关到音响等了一会儿 少了声音的刺激楼梯间里 丧尸撞门也没有那么激烈了 我深吸一口气 打开门 冲到电梯旁 按下了急停按钮 防止这俩人回过神来再上来 等电梯显示了暂停运行后 飞快地跑回家 闺蜜随机关上门又反锁了起来 短短的十几秒钟 惊心动魄 我俩瘫坐在地上 用颤抖的手 捂住砰砰狂跳的心 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哦 这下轮到我们抱头鼠窜了 天哪 真是臭出天气了 救命啊 窜到阳台 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我们才感觉活了过来 腿一软 继续摊坐在地板上 事实证明 集中生智有风险 灵光一闪不仔细考虑 更是大大的风险 早知道那两人这么不惊吓 我们何必开那个致命罐头 听到我悔恨的发言 闺蜜捶着大腿道 早知道那罐头这么可怕 我会选择徒手把他俩扔下去 互相对视 我们留下了悔恨的泪 不过事已至此 我们也只能互相安慰 说不定不放罐头 还吓不到他们 到时候更危险 不过现在危机还没有彻底解除 渣男手里还有我们的楼层塔 万一他们回过神来 发现我们在骗他 或者告诉了别人 我们还是很危险 不过应该不可能吧 闺蜜颤巍巍的说 那个味道 他可能会觉得我们已经腐化了 好像确实是 不过我们的望远镜 总算是派上用场了 一人一个趴在窗户边 观察着楼下的情况 不用费心搜寻 楼下渣男正大叫着四处逃窜 身后追了一群丧尸 其中一个还浑身挂着鲜血的 就是那个女同学 我们沉默地放下了望远镜 看到这一幕 其实心里并不会有大仇德抱的痛快 只会觉得悲哀 到底什么时候我们的世界 才能回归正常呢 经过这次事件 我们确定了 这栋楼里已经有不止一个丧尸了 不过也有好消息 我们换的门 真的能抵挡住丧尸的冲击 而且只要我们不发出声响 丧尸是不会平白无故来撞门的 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安全感 而且丧尸似乎对气味并不是十分敏感 当然也有 可能是他们对臭味不感兴趣 于是在楼梯间里没有了丧尸的响动之后 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天台的门 猫着腰上了天台 主要是为了处理立了大功的生化武器飞于罐头 还要去天台的电梯房 把电梯给彻底断电 不过来都来了 我们就顺便把之前积攒的一些生活垃圾 全都拿到了天台 然后检查了一下蓄水池和净水循环系统 因为知道了门的厉害 还有丧尸的习性 所以我们的恐惧减少了很多 接下来的日子躺平的更加放肆了 只是每天都更加注意保持静音模式 在又玩了几天游戏 过了游戏影后 我们开始疯狂看电影追剧了 一边追剧一边吃零食 吃累了就徒手包鸡爪 自制柠檬酸辣五骨鸡爪 充分满足我们对鸡爪的爱 不得不说五骨鸡爪真是下剧必备 根本停不下来 但是去骨也是真累 连坐了两天后我们就顶不住了 每天去骨四小时 然后一小时就炫完了 嗨 怀念有外卖的日子 放弃了五骨鸡爪后 我们开始做卤味当下具零食 这个就方便多了 并且卤得软烂 脱骨也不在话下 猪蹄鸭掌鸡爪压吃鸭脖通通开卤 还把我们之前买的新鲜蔬菜 在坏之前通通卤了 做成了我们最爱的荤素搭配 卤好也方便存放 吃素食时还可以加进去 更丰富美味 就这样我们渐渐适应了末日生活 对了 丧尸爆发十几天后 电河水陆续都停了 手机也没信号 这意味着情况并没有变好 反而在进一步恶化 停电后为了能持续生存 太阳能电板的电 我们主要用来维持冰箱的运转 平常的休闲娱乐 就靠踩运动单车发电 这也成功的帮助我们 借掉了游戏饮 毕竟踩单车太累了 停电也帮我们规律了作息 因为每次开灯 我们都要小心翼翼的拉好遮光窗帘 再三确认不会透光 但太亮老是让我们 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 就好像我们家在飞夜里 会闪闪发光一样 所以后来晚上我们 基本只用小台灯来照明 很容易就早睡了 嗨 这谁听了不说一句胆小 不过也有意外之喜 减少了熬夜 加超级充足的睡眠 还有勤奋的同我夫 使我们的皮肤 变得格外细嫩光滑 这一发现也挺令人开心的 停水就一言难尽了 虽然我们暂时不缺水 但也要节约用水 不能像以前那样 肆意的洗澡洗东西了 而且下水道的声音 在这种寂静的生活里 就会显得特别明显 一开始我们就注意着 减少了倒水冲水的次数 到停水后 我们就不用下水道了 还好有天台 还好天台足够大 我们每隔两天 会轮流把生活垃圾 还有废水弄到天台上 当然会很注意 不会让水流下去 嗨 生活不易 不过相比起来 我们过得已经很不错了 自从停电停水后 我们已经看到过 小区很多人出门觅食 不过很少有人能回来 有些人就在没见到了 还有些就留在了小区楼下游荡 不管怎样 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过 距离丧失爆发 已经接近四个月了 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中间我们放飞了两次无人机 发现外面依旧丧失遍布 一片荒凉可怖 没有人类活动的踪迹 第二次放飞回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 有一个男的发现了我们的无人机 并且一直盯着无人机看 由于操作不熟 加上一紧张 我们损失了一架无人机 掉落在地上 瞬间被丧失踩碎 这让我们出了一身冷汗 同时也更加警醒 不能掉以轻心被人发现 我们只能祈祷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能挺过这场危难 慢慢的冬天还是到了 这也意味着幸存的人们 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今年的冬天也仿佛格外寒冷 不知是天气却有异常 还是因为不能开空调 也没有暖气 加上现在外面的世界 令人心中发寒 这天气简直冷到了骨子里 立冬那天下了暴雪 我们半夜被冻醒后 瑟瑟发抖的 连夜铺上了电热毯 换上了石巾重的厚棉被 铺两张盖两张 从此在床上安了家 能不下床 就绝对不下床 除了吃饭的时候 到了冬天 我们平时常做的五股鸡爪 卤味凉菜 还有各种炒菜米饭 就瞬间不香了 主要是凉 透心凉 这个时候 闺蜜买的火锅和卡士卢 就派上了大用场 一半清汤一半麻辣 边吃边煮 吃完身上热乎乎的 不想吃辣的时候 我们还尝试了涮羊肉 锅底直接用矿泉水 加一些葱姜 把冻的羊肉 用切片机切片 调好麻酱 锅开就一直涮羊肉 汤底越涮越鲜 味道简直绝了 鲜美滋补 暖身又暖心 我们发誓 等世界恢复正常之后 一定要去吃一次 正宗的铜锅涮羊肉 新鲜的那种 肯定更好吃 接连几场大雪下过 我们发现 外面的丧尸 似乎不怎么耐寒 像是被冻僵了一样 经常一动不动 像雕塑一样立在雪中 而且还发现了 小区里除了我们 还有其他幸存的人家 比如 别墅区就有好几家的青年人 趁着丧尸行动迟缓结伴 开车外出 拉了整整一车的物资回来 对面的楼房里 也有两个身手敏捷的小伙子 互相配合着 把他们楼里的丧尸 引到了外面雪地里 然后成功地甩掉了一群 丧尸的僵硬的追赶安全返回 关上了楼下的大门 甚至还有一个团队 三男两女 身手都很不错的样子 他们每次出门回来 都会在小区正中央的 粮品里放上一些物资 而且真的会有不同的人去拿 所以后来我们也趁着夜色 放飞了无人机 一次次往返送下去了一些压缩饼干 方便面和药品 我们不禁期盼 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新年第一天 熬夜守岁的我们还在补觉 突然被一阵飞机轰鸣的声音吵醒了 震惊过后 我们飞扑到窗边看向天空 不禁热泪盈眶 飞机上映着的是国旗 短短半个月内 城市就陆续恢复了供水供电 修复了网络信号基站 丧尸被军队地毯式的搜寻 全部带走集中隔离 幸存的人也都获得了救助 很多人跪在雪地里 发泄式的嚎啕大哭 里面既有感激 又充满了悲伤 我们获救了 后继 获救后 幸存的人都要进行身体检测 以确保没有携带丧尸病毒 我和闺蜜也去进行了检测 检测结果当场就出来了 闺蜜结束后就先出门等我 轮到我时 却被工作人员带到了后面的实验室里 被带走的路上 我心中已经隐隐有了猜测 我一直有一个秘密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十年前闺蜜的父母在街边捡到昏迷的我 那时我约莫十五岁 可是在我原来的那个世界 我已经活了二十五年 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工作了两年 家庭幸福生活美满 可有一天我独自旅游爬山的时候 遭遇了地震 等我再次醒来 就变成了十五岁的样子 而且 虽然语言文字相同 但这里世界的布局和历史文化 都和我原来生活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 那时的我很是惶恐 为了保护自己 只能说自己失忆了 还好闺蜜一家 一直对我帮助良多 又凭借多生活了十年的经验 我慢慢在这个世界站稳了脚跟 这个事情一直深深的埋在我心里 直到丧尸爆发后 我和闺蜜宅在家里 我才告诉了她 好在 她没有责怪我的隐瞒 反而说心疼我独自承受了这么多 我们约定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就是彼此的亲人 最亲最亲的家人 我拜托工作人员 去和我闺蜜说一声 让她先回家 不要一直在外面等我 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会客室 等了不知多久 来了几位头发花白有点憔悴 但眼神却很明亮的老教授 还有几位他们的助手 我一边跟着他们来到实验室 接受更详细的身体检查 一边在他们的口中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当然也把我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们 原来 在宇宙中存在很多平行世界 随着科技的发展 科学家们逐渐摸索到了 时空传送技术 但由于技术并不稳定 所以实验过程中 很容易就会发生爆炸 到了十年前的另外一个世界 也就是这里 也正是那场爆炸 打通了两个世界的交流渠道 后来随着两个世界 不断的互相交流 学习时空技术也更加成熟 他们先是试着 互相传送了一些物品 后来是动物 但是由于世界不同 所以生物的基因 和所携带的病毒 是有一定区别的 穿越一时空 会产生很多不可控的变异 所以两个世界商议 同时终止了传送实验 只继续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学习 但是还有一些不法分子 在科学技术并不成熟的情况下 私自进行了这项实验 并且他们传送的对象变成了人 有的人传送过来并无异样 可以有的人却不知为何发生了变异 变成了丧尸 并拥有很强的感染能力 普通人被划伤 就会被感染变异 由于两个世界人的基因不同 而丧尸又是依托 原来那个世界人的基因而存在 所以找到一世界的人 成为了治疗丧尸的重中之重 老教授告诉我 不必害怕 并不会伤害到我的身体 只是我需要在实验室 住上一段时间 协助研究 我同意了 只是要求能和闺蜜联系一下 防止她担心 老教授爽快地硬了 笑着让助手带我到了隔离室 玻璃窗口外 闺蜜正一脸焦急地等着 旁边站着一个穿着制服 年轻帅气的工作人员 看着闺蜜语气也语地对我说 你俩可真是感情深厚 都说了没事只是配合研究 她还是吓得不轻 非要来找你 拦都拦不住 闺蜜恼羞成怒地瞪了她一眼 不愤地哼了一声 我不仅感觉眼眶有些湿润 在和闺蜜解释后 我拜托工作人员这一段时间 多帮我照顾下闺蜜 后续嘛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来到了实验室 对比我的基因和丧尸的基因日夜努力 终于成功研制出了 使丧尸恢复正常的疫苗 世界也慢慢回到了正轨 对于我重收回到丧尸爆发的十天前 那位慈祥的老科学家也给我一些解释 大概就是我在穿越时空的时候 身体也产生了一些变异 不过是作用于我个体的 可能是被丧尸撕咬后 和丧尸基因又产生了反应 所以才导致我穿越时空 回到了丧尸爆发前 不过具体情况 以现在的科学技术还无法完全解释 他们还要继续进行研究 我也通过时空传信 给身在异世界的家人报了平安 虽然没办法回家 但老教授承诺 等未来科技更发达 时空传送更加稳定的时候 一定送我常回家看看 一切结束后 闺蜜早早买好了机票等我 现在生活终于回归了正常 我们准备去环游世界 品尝各地美食了 晚安